是你很财经揭露啊,喂,大家好 是,大家好 这一节应该是说美股的 那我看一下Tesla那张图 OK,有一张图是有两个公仔在那儿 都跌得挺...都颇急啊 Tesla是右手边那张 那连登仔买每一张图,我想他就真的信打橫一千元的位置 他信这一千元的位置守得住会反弹 于是就说买每一张图,即是这样六十三万 如果他真是弹的,那不是赚一倍,或者是赚两倍 就是这样,那... 那有板有眼啊,这个连登仔 但是,老实说,我又不觉得有多高啊,这些初级阶段 因为,条线在那儿,说插你就插你啦 用不给面啊,说真的 不是这样就信啊,就落重注啊,就是这样 即是这些,级数很低啊,很初级 OK? Anyway,人家有钱,输的没所谓的,这个 那,他插线了一千元 Tesla,那有机会呢 其实这个有机会,看看会不会是假突破 还是会不会假突破,抽回上去 但是有没有都没所谓了 但是,上面那两个顶呢 千二元那里呢 啊,加上市场的气氛呢 就...就是... 有机会呢,会急插进去的 那么,再看看旁边 今次我一来看,就看到三位一体 华尔街三位一体 Tesla,ARKK,蓮登,穆阿伊,那一隻旗艦 你見到,走了一整年的環區,已經穿了,應該爆的機會很大了 我上面那裡有一個粉紅色的圈子,今晚我講的股票全部都有粉紅色的圈子,為什麼呢? 好像大家約定那樣,以下的時間有很多幅圖也是的 11月初大家約定做過頂,接著就約定一起插來 連登阿伊,Tesla也是的,ok? 接著我們看另一隻主角,比特幣 比特幣今天就說跌了8-9% 但其實跌幅好像在美股時段收了星期五晚的時候 接著就開始滑下來了,由5萬多飛到來4萬8 現在一步是跌8% 那也是有個雙頂,跌幅比較多,比較急 跌得急,我真的有懷疑比特幣要做頂 但做頂的時候,你知道比特幣是一小撮人可以作主的遊戲 所以這些頂,可以多做很多次都可以的 也可以直插下去,看看他們的計劃是怎樣的 初步現在在6萬上面做了兩次 看看是不是這兩個真的頂 好了,接著我們看另一幅圖 也是11月頭開始跌了,比特幣 是的,沒錯 我剛才說過,11月頭可以約定這樣 第一項是什麼呢? 第一項是... 阿華志哥麻煩你給那張圖是有比較多圖的 那裡有三項的,ok? 這是世界股市來的嗎? 這個不是,這個不是世界股市 另一張,另一張 Currency來的嗎? Currency 哦,Currency,可以了 在這裡 是,我們一直說,之前我們說過 Carrie Trade真的跑來平倉 因為很多大的基金,他做的槓桿是借日日日去買其他東西的 那他們不斷地做了很多 那我之前都留意到,叫大家小心留意日日日的變化 那其實呢,我們說完之後,整個月其實就沒有停過的 澳洲指到日日日,又是11月頭開始了 那這時候已經開始了,就開始觸發重要的支持位 那看看能不能夠防守成功 UO歐洲日日日,又是11月頭開始 UO就差一點了 那個UO插穿了支持位,那個勢比較弱 再次到新西兰籠仁也是这样,尝我们就得到美元 low, into美元 low, 因这个天日日月 よ比美元强烈 以上所說的就是這個KVTrade的威力是很大的 如果你有興趣找回以前的股災圖來看 日日日到最後股災的時候都會急升的 因為很急平的KVTrade 現在平我覺得就是一個進行曲來的 即是未到氣憶的應該 接著看看第二行這個Lestad Lestad就11月頭就做了頂 接著插下來就再帶上去那個萬六點樓上 其實呢 上去再穿頂站不住再下來 就證明很有機會 一萬六千那裡就是一個假的頂來的 插上去就引人落搭 很高速度就下回到現在萬五了 其實這些走勢就危險的走勢來的 都是有紅筆圈著 也是11月頭做了頂出來的 好接著 道指 三萬六千五佩又是11月頭做了的 那就一堆堆下去三萬四 三萬四是一個重要的賠儡的底 那現在就倒上去 暫時先救回 因為今天會升得多些的道指 但是呢好像都是一般的 S&P500又是這樣 OK 那其實三個美國指數呢 你看到這個pattern就好像了 衝了上頂 以創新高 那 射下來的賠儡就還沒死 OK 那 那 之前那個頂會不會是假的頂來的呢 OK 那現在大家還可以看 因為它三個指數都還在重要的位置上面 好接著 IWN 這個 Wassel2000 Wassel2000呢 是危險的 因為它現在黏著的底 那今晚道指反彈呢 它仍然是黏著的底 也都有特點了 11月頭 見高位 嗯 接著又是急速回 啊 啊 所以最危險呢 就應該是這個Wassel2000 啊 啊 這個Wassel2000穿了 就要看其他的指數會不會跟 OK 是啊 啊 那 那 這裡呢我們最主要看呢 就是那個 啊 那麼多的指數 應該都跟到Carrie Trade一起起舞的 啊 啊 所以 就是不排除它們是一幫人做事了 我們看看這個國際的圖圖先 OK JNK都一樣的樣子啊 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看看 第一張 是 第一行第一張 是印度 扎出這條項線啊 反彈 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來的了啊 OK 啊 之前說它強 結果都是這樣 這樣呢 接著就 巴西啦 巴西一直直線下跌了一年了 已經 嗯嗯嗯 OK 那麼 上個星期說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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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指數 跌穿個底 爬不上來啊 啊 OK 有點像 他有點像屈熟二千 這樣啊 OK 他的樣子像屈熟二千 那 跟著隔壁那個 EM呢 是壓敗股市的 那個 ETF OK 你看到又是貼著個底 啊 還要支持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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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就最厲害 啊 第二行第二個台灣 啊 能夠貼著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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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股市的東西 就是這樣奇妙的了 台海外是最熱鬧最多軍艦的 啊 車子數可以立即那麼蛮 像 看一下 這場 excellent ok 好 ität March3 OK 這是日本 啊 啰 啊 日本穿了 desta 而且不要忘记,它有些似乎2000那样,又是射了顶 以为得米了,这次破顶,谁知道含了一声中落,现在破了底 日本的跌数危险,好,韩国,韩国就有一点像巴西 巴西跌了,年头开始跌,年中开始跌,一条斜线下,OK? 一阵一阵,那跟着,RSX就是俄罗斯,不知道为什么俄罗斯跌得很急 有一天又冲在底,有差不多20%跌幅,那危险 那就是越南,上星期我们赚它威,越南为什么不跌呢? 那现在一个星期回来,它就跌给我们看了,是不是? 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就没什么世界里面 就似乎暂时大部分的国家的指数呢? 其实呢,就是都被carry trade那个影响着的 因为其实整套东西,大家都是11月头见了顶 有点早点,有点迟点 但是全部呢,大部分都移动的,那个图样都差的 那现在暂时呢,就没见到是很严重地插穿急速那些样子 那但是如果不幸运的情况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呢 那小心这个圣诞节就真的不是平静的,OK?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资产约在那个时间,11月头发烂呢? 那大家想一想,这个,OK? 好了,何子哥有什么想补充? 总之,大家就知道就是说 大陆那边呢 就跟俄罗斯呢 就一起就说是 答应了在奥运呢,就休战的 就是在10月2号签 那有一堆国家跟他啦 但是有19个国家不肯签啦 里面有美国,日本那些啦 但是应该估计呢 冬天奥运会之前 不会有任何战争的 就是如果中国和俄罗斯 不会参与任何战争啦 那但是问题就是 咦? 不打仗,但是各局 都是这么差啦 那这个是西方本身自己真的差 真的开始爆的迹象啦 那... 不知道12月发会不会有什么急跌 还是阴阴跌 都是... 整个月一直阴阴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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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有一会更加严重的来呢 不知道 但是看来明年是一个 大风暴的年份 2022年 正常的高的 啊... 啊... 不是这么多盘嘛 嗯... 嗯... 吹水而已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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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聊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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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ican